就在最近我国海鲜迎来大丰收啊 这些海鲜的都是在新疆养殖出来的 众所周知 新疆海鲜两个词啊 不出意外的话是八辈子都扯上关系 但中国有这么一种海鲜养殖模式叫做海鲜鹿羊 即在陆地营造类似于海洋的生态环境 人工养殖鱼类 虾蟹类 贝类等海产品 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 研究在内陆进行鱼类养殖呢 那还有三个原因啊 第一个就是帮助内陆人民发家致富 新疆养殖的澳洲龙虾最近陆续上市 短短的几天内就已经卖了快500公斤了 为当地人民带来了不少收入 其次 这也是我国对土地严检化治理的一次尝试 严检地的土壤 基岩较重 无法耕种 但如果你拿严检水 养海产 拿这样养出来的鱼虾 风味独特 口感优良 让我国广大的严检地也能拿来产粮了 最后一条就是欧盟全面放开了对日本海产品的限制 目前中国全面禁止了日本水产品进口 美国是一边支持海海 一边禁止进口日本食品 北独欧洲诸国 直接撤销了从2011年福岛核事物以后 对日本产品实施的进口限制 并且不再要求从日本出口到欧盟的水产品 提供放射性物质的超样检查 考虑到欧洲国家本身与业资源丰富 足以满足国内需求 以及欧洲有着全世界作为严格的食品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那这些进口的海产品最后去向已经不言而喻了 有这么个东西啊 它叫洗澡蟹 就是把其他地方的螃蟹呢 拿到阳城湖里面养两天捞来之后 就叫阳城湖大渣蟹了 在欧洲啊 恐怕是想用日本鱼来做洗澡鱼 所以出于这三个因素 未来我国走内陆海产品养殖的道路是非常有必要的